選舉是阿伯回來的還是阿伯回來的 開口就問是要阿伯回來還是阿伯回來 柯文哲南下幫黨內高雄市長博選候選人站台 首次肇事活動話說的好酸好酸 亦有所指又不敢點名 暗奉地方盛傳民進黨重回高雄 某位大咖也要跟著班師回朝 好了好了好了 這個下標是我的專長 阿伯是誰不重要 重點是阿伯也想回來 造勢活動場合最近因為跟風書 被罵翻的蔡壁如也來了 今天看起來跟蔡壁如互動蠻零的 不會啦 我跟你講這個 為什麼不會吧 轉頭想找蔡壁如身影 但就是沒看到人 蔡壁如在台上位置 也被安排在最邊邊 與柯批零互動 但不管怎麼樣 還是要來高雄救選情 柯文哲暗酸 國民黨派出李梅貞 戰力太弱 坦白講覺得怪怪的 無法理解 我覺得國民黨在高雄 隨便找也可以找十個 比目前更強的候選人 無法理解為什麼國民黨 徵召李梅貞 這戰術恐怕也只有 藍英大咖最清楚 黨主席江啟臣 週六南下浮選 不讓李梅貞成為掃街姑鳥 上午遊愛河 下午才點 陳其邁上午才剛去過的 蓮池潭 尬場意味濃厚 沒有尬場 高雄的活動節日 那個就是差不多是這樣 所以只是一個巧合 沒有尬場不尬場 江啟臣母親戴小雞 挽救民調落後的 李梅貞 而原本下午 其中一個行程臨時取消 原來是李梅貞 突然到醫院探視 操舟演練翻船受傷的 海軍陸戰隊隊員家屬 但低調不願回應 陳其邁週六 和不少綠營議員 和立委一起騎單車 被問到黨內預估 他可以拿七十萬票 這似乎讓他有點尷尬 沒有 這個我不評論好不好 高校市長補選 撒咖都不讓陳其邁 繼續獨佔凹 藍白大咖 決戰港督全力浮眩 記得高雄綜合報導